你也是人吧 老门手机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努力在说标准普通号的保健扫 我们就已经到了厦门 今天就是跟琼妹的一个面对面的采访 所以呢我肯定要带一些礼物给他们 对不对 非常非常小众 还有一个凡普归称 直接给她带了 如今山东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给她准备了 四个礼物 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小心眼 因为我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她会喜欢什么颜色 喜欢什么东西 喜欢什么元素保证嫂的追星日子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或者是你对后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走你 我太紧张了 我已经拿着这一堆礼物 粘在这里粘了20分钟了 你们看一下我刚刚是什么样 我就这样 我听见了 她就在里面 不能再等待了 再等待她下午又有新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得进去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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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对呀 你说你怎么会使得比我一样 对 我拿了一些礼物是给你的 我就是要进入到了女明星的房间吗 哈喽 哈喽 穷美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在小132呗 首先我要把我那一箱樱桃拿过来 好 谢谢 哈喽 我今天刚好也穿了一个衣服 我带了一个衣服 行 但这个还没洗呢 看得挺干净的 没关系 限制A的专门给你 因为之前我看你有说 你特别喜欢樱桃的所有的东西 后我想说 那你会不会喜欢吃樱桃的 我特别喜欢吃樱桃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YSL的 这个的话 是我今年拿到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一直摆在家里没用 限量款的 可是算的 跟一般的那个YSL都不一样 这个很好用 嗯 因为我一直在用 我一直在用 太喜欢了 是是是 就是他 肤色也真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因为我之前看九雄说 他喜欢紫色蝴蝶和珍珠 这次就准备了一个紫色的包包 我看到这个包包的这个包装呢 我就有点 就是 不太好的预感 看一下 好 啊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包 因为这个包我自己也买了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颜色也一样 对啊 我就是买的紫色的 或许拿我的包 这是我的 然后这是小船送我的 哇哦 哦哦 幸福吗 我有两个一模一样 但是又不一样的包 谢谢谢谢 哎呀 喜欢 那也说明这个是你平常会买的 是的 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珍珠 如果我知道有的话 我可能会买这个 谢谢 太喜欢了 行 你喜欢就行 然后呢 我还准备了一大袋美头 这让你喜欢啥样的 所以我日跑月跑都给你买 哇 你这也太好 所有的色套都给你O印了 天呐 是你今天带的这个吗 对 就是我今天 我刚还想说你这个脸红挺好看 真的吗 我带的小豆蔻棕 就是它很自然的一款 我觉得挺好看 这个我真的 谢谢 我会再带 你喜欢就好 非常不好意思 收了这么多礼物 我是不是要送你点上 能见到你就是礼物 你知道吗 土味情花上线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房间 好不好 介绍一下你的房间 基本就是一个零食吧 自热火锅 我喝了一个枸杞原浆 这个是我粉丝送的 一个带餐吧 这个也是我朋友给的一个 胶原蛋白 这是一个麦片 减糖的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 时间很久的时候可以吃 这个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 它不是陈一吗 我不知道它那个陈一就是六包 然后我捡了四个 然后它给我送来24箱 这支我在横店就已经在吃了 吃了快三四个月了 剩下的还有两个 别杀了 刚刚我就是看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运动鞋之间啊 每一双高跟鞋都没有 我买了的 但是都是在路上 我们活动的时候经常穿高跟鞋 所以我就想说 平时我会比较注重 比较舒适的穿搭的话 肯定不会穿高跟鞋 然后我看到这边就是一个瑜伽店 这个瑜伽店呢 是 这里真的还有两包 真的是买了很多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瑜伽店 这个垫子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随洗的 就可以随身携带 三个呢 就是真的很好用的 放松这个大腿肌肉或者这些小腿 就用力擀它 它有时候可能会轻 什么会轻 真的会轻 我可以趴在这里 给我放随里放 可以啊 给你擀一下小腿吧 很舒服 跟腱上半部分 用力感叹 你的手筋很搭 然后这样用力 就会很舒服 一般用的话我就自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可以感激我感觉 你这可以的 你这都是肌肉 老门手筋 你这真的是肌肉 肌肉我特别受肌 好了我们进去吧 女明星的房间 女明星这个不是女明星的家里 就是女明星的一个小公主的家 我自己的女明星 因为住酒店会住好几个月嘛 所以我一般都会布置一下 比如说换一些可爱的床单 或者带一些东西 就比较像家里 那你有的时候可能想家吗 住久了 我其实习惯了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冷不叮的 就是晚上睡觉 或者就是看见一个人特别想家 就会给我妈立马视频 我给大家看一下她的床单 小熊 上面也是有樱桃 祝祝你是我朋友 紫色的 我从她家里拿来的一个土 一个小熊 这个熊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生气眼罩 一些舒适 现在就来给大家参观一下 我的简陋的时装袋 这些就是你的化妆袋吗 我的化妆袋一般会用的 这些是 消水 我要给大家看安丽先生 新出的樱桃味的是吗 yes 本来是准备给你们买这个 男人 好闻 那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 好 这个呢其实是我想去买一个口红的 然后呢我把人家的那个口红打碎 我就想说那我把这个口红买了 然后他就顺便给我介绍了一些说 哎呀我们新出了红色的这个瓶子 我一看上面写着 Cherry 嗯 不行我要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 科研室的安排瓶 还有这个奥莱雅的这个水泵带 我还可以给你们安丽一下我的口事们 金腹骨 金耳环 金耳环项链 然后银耳环我都给它分类好的 就是我昨天拍杂志的时候 我就说特别可爱 嗯 又是我喜欢的几色 所以我就很喜欢 然后那个 便自己的 送着我 很开心 推荐这个收纳盒 我觉得很不错 而且也很便宜 这是你自己贴的吗 对我自己贴的 好可爱哦 放那个项链的 嗯 就有一种你用什么 我就马上想买什么 好 这是我的衣帽间 刚刚一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有春节中草到几个 比如呢 这个 贼美 而且这个我拍的照片 但是我还没有发 这是那个白发新出的一个 这个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价格也非常的 美丽 对 对 美丽 价格也很美丽 这个也很好看 这是家里山大网的 对这个 这个也是 怎么都是挑粉色的 我明明有其他颜色的包 这个也是 上次你还发了一个这个 拎着一个小的 对 对 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我没有放啥东西 啥也 应该可以放口红 我觉得 凯元宝宝的小包 刚刚小陈说他有点饿 这几餐到了 会比较清淡 还挺多的 我有自己的三门餐厅 大家是粉色的吗 大胆预测一样 可爱到了 我一直以为 就是你们不会吃这么多菜的 不会啊 我觉得艺人也是人吧 但是在我们没有接触到之前 就会想象 今天是苹果 啥也不吃 好不坏 接到过那种让你长胖的戏吗 目前还没有 如果有的话我也很开心 真的吗 赶紧去尝一下吃牛油 吃食吧 那你平常拍戏的时候 会觉得很累吗 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拍戏之前 我会觉得 哇 感觉演员好辛苦啊 但是我真正的进入这个职业之后 我发现 辛苦的不是演员 嗯 工作人员会更辛苦 因为他们其实会更早的去 就我们拍完一个镜头 可以在旁边休息 然后他们就一直是摆机位 干嘛干嘛 思考 我觉得他们这个大脑 会很累 第一部戏 我大堂的时候 一直都是四点化妆 凌晨四点 四点就太早了吧 我觉得还是晚上还没到早上 那我很想问一下你当时当那个producer 那个选手的时候和你后来当导师的心情 说有什么改变吗 以前其实不会那么关注我在大家面前是怎么样 因为都是埋头苦练 没有观众去看你 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就变成导师了嘛 就会有更多人去看你 也有你去影响他们 所以我觉得感觉是一步一步在成长的 虽然说我是在教他们 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 坚定了 不能忘记出精神 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我看了结穷很多小红书的那一种 发现你真的是很会搭配 还好吧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魔鬼考题 好不好 就是拿我的衣服搭出你的风格 我有一件衣服是我专门来厦门接你的时候买的 但是我今天当时是上面三斤 是碎花的 可是它上面是那种红飘带的 好看 是挺好看的呀 这是我上面是吧 好好看 戴了一个红色的小背包 好看好看 而且跟这个丝带是一样的 戴了一个复古的二环 用身 好看的呀 你的眼光是很好的 我开心了 我开心了 所以这个衣服不好看 只是我穿的原因 其实我们这个栏目叫做保健嫂的追星日记 想指定下一个明星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下一个他的任务呢 就是闭眼 给保健嫂化妆 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感觉怎么好像还很开心呢 那这样好不好 这一期视频点赞 破10万我们就做这个 就一定要蒙眼给我化妆 好的 那谢谢姐琼 那今天超级开心 拜拜 好开心 我也很开心 谢谢你的礼物 不用谢 拜拜 妈这门子有点破了吧 突然变个浓妆了呢 那我又圆涂 不不不 那也不行的 teammates 就好 咱们 你